辭職這應該是臺北市 國民黨臺北市的黨部主委 黃綠主委 為什麼 是勝券在握了 所以趕快辭掉嗎 還是真的很緊張 基本上當初是為了要吹票 可是為什麼是在那時間 我有另外一個判斷 把那個徐曉星的賢租手事件給蓋掉 因為那個太負面了 對 我講賢租手事件 不只是幫陳時中吹基本盤 連中間選民或者因為只剩下 只剩下不到三個禮拜的時間 跑出賢租手 賢租手後來所有反應都不好 那個不好不只是綠營的基本盤 因為他是本來就會投陳時中的 他連遊離票 連連這是那種搖擺票都不喜歡 因為你知道臺北市一定是麻花 所以那個勝負差一定很少 那可能就是三趴幾趴而已 那你在這個時候你犯錯 雖然不是講完自己直接 可是因為巧心也有能量 他那個負面能量 那幾天很可觀 你如果是吹了基本盤就算了 因為基本反正大家都會算 可是你如果這個反應影響到了中間選民 影響到現在其實已經不是要中間選民 就是最後的遊離票 他可以投可以不投 而且他在 因為那兩個副院長 其實服務那麼久 被他被被被他受過的 你是不是高級精英分子 對 就是你想想看 而且你家也是一對夫妻 他們夫妻兩個有多少病人 我再講一下 因為他不是從從195年10年 所有他接觸過的病人 會怎麼看巧心這件事情 所以賢徒手事件其實是在選舉最後犯錯過程當中 這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他這樣子辭職 辭立委有效嗎 這就是所謂的殺魚論 我用一個新的議題 我用我請辭這件事情 請辭其實是吹蔣萬安自己的票 因為最後的動作都是要吹票 你票要投出來嘛 那還有一個就是 那問題是他請辭 為什麼不說退出政壇 人家前面有個姚文治比你還有氣婆 他從來都不是一個有氣婆的人 因為蔣萬安這個任友台的訪問會在場 你說他在面對面的訪問 對 因為他有時候會答飛鼠問 他是說矽谷的 他有說 他就說 他就說他不會告 他一直說我不會告 我不會告曹青城 但我有服務過很多公司 我有很多案例 那就不用講 那拿出來啊 十六天了 曹青城從董事長說你只是傳傳文件而已 根本就說他造假了 然後他還不趕快把他拿出來 我為什麼說他沒有破例 因為我後來還是有問他那一題 就是黃珊安問他那一題 到底大巨蛋在歷任市長裡面 是誰的責任 他不能 他不敢回答 他還是不回答這題 他還是回去跟你講其他的安全上的事情 這就是蔣外的個性 他不是那麼有有那個大詞人 他不是 所以他實力委一定不是自己的決定 一定是別人強迫他 一開始最早的 我說我知道的是黃女錦盧 好 可是為什麼是 為什麼是今天丟出來 就是用一個新的一題 用磁立委這件事情 要把巧欣那個事情蓋掉 是巧欣那個 那個去講賢出手 那個事情不能再吵 好 依照昨天吳征他是跟 許曉信跟王洪威是同一個選區的 他說他們為什麼他跟王洪威在比誰比較惡毒 然後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兩個人想選立法委員 而且他們兩個人想把票衝到第一名 兩個人都想衝到第一名 那現在他們兩個已經都衝高了 而且還把其他人的國民黨的議員的選舉 可能席次都會逼掉 那我要請教 你剛剛說是轉移賢出手交手 他現在都要磁立委了 他那個選區 這兩個人會比賽誰比較惡毒 然後得到更高票 然後要去初選要爭取提名 那蔣萬安現在確定 你選不上你要磁立委了 太好了 我們兩個人就比誰比較 搞不好有賢出手二 賢出手三 賢出腳都出來了 所以要請教余北辰將軍 這個未來十幾天不是講萬安的問題了 是要爭取他的黨內的那幾個 想要要他那個選區去參選的 這兩個人 要不想比 誰比較 誰比較有炸彈爆炸力 他們才不管你講萬安 是這樣 這是昨天吳征在我們節目裡面分析的 而且很多人同意他的說法 那你怎麼看 皇帝還沒登機 這些人就開始分官在做 楚軍們在打政變戰 其實剛才東豪哥講 開始爭奪戰 是台北市黨部 國民黨台北市黨的主委呂景 這我也聽到 但是我聽到的角度跟東豪哥不太一樣 那你聽到什麼 我聽到的角度是呂景跟蔣萬安講 你一定會贏了 你趕快辭了立委 第一個衝票 第二個要讓這一區的議員 不要被那兩個人給搞垮 你知道嗎 真的快搞垮 那兩個人一個人都可以到三萬票以上 戴琪欣怎麼辦 秦惠諸怎麼辦 蔣委員怎麼辦 你不要兩個人當選之後 蔣委員最可憐 對 那其他都輸了 都沒了 都高票落選 然後這兩個人一當選之後 馬上今天當選 一個禮拜後就宣布說 我要選立委 那怎麼辦 他們可以現在就要宣布了 因為他們就要爭取 他們就要爭取第一高票 去選蔣萬安這個位置 那不是反而空出來了嗎 你如果現在宣布就要選立委 那你這些票要不要釋出 他不選他就每天打誰比較惡毒嗎 票就比較多 那你這樣惡毒 惡毒到那你黨內就講說 你們兩個最後當選的 也是要選立委 乾脆我就支持戴琪欣 支持秦惠諸 支持蔣委員了 所以黃立委請讀 這個臺北市黨部主委 出的這一招是這個意思 對 他的做法是 他是主委嘛 他要的是議員的最多席次 而不是議員的英雄好漢 這這次我也當過主委 我很清楚 我要的是席次 我要的不是有一支獨秀 然後別人都落選 因為你當個主委 如果你讓很多人高票落選 你會被罵 你會被罵死 你沒有做好這個黨員的 這個資源的分配 你會被罵死 那些黃立委沒辦法 這兩個自走炮不受控啊 對不對 今天今天來開炮 明天又嫌豬走 誰知道後天要做什麼 對不對 他沒有辦法了 蔣萬這一辭 這兩個人原型屁漏了 你只要問他 你們當選以後 會不會選蔣萬這席的議員 這席的立委 那以前他可以講 蔣萬當選再說 現在人家已經辭了 已經辭了 你們兩個的目標 就是要選中山跟松山 這席的立委 那麼你們這個議員的票 還要不要衝這麼高 你要不要害了 其他的同志落選 你趕快給我表態 誰會逼他表態 跟他一起同黨的候選人 就會講了 對 詹文人說 既然你們都要選立委了 讓我一點 他們兩個人在競爭 就一個人一定要第一名 才可以初選通過 所以現在問題是 他們兩個人廝殺 已經殺紅眼了 他還怪你其他人 那選民眼睛可是血亮得很 既然你們要選立委了 這些票就讓其他三個人好好選上 所以他們不能說不 他不是說沒有 我沒有選立委 我選上議員我一定當完 他不會講 那另外講說 那你就把這個票試出 我也不能試出 所以我說其實這一招反而是希望能夠顧到中山跟這個松山 議員的票最多席次 不要讓這兩個自軸炮壞了一鍋粥 那所以蔣灣就是好吧 那我就配合 既然你說我一定會當選 因為蔣灣就這麼乖 他一定會當選嗎 他認為黃妮舉如給他的事一定贏 所以你放心的做 這樣子一來可以吹票 二來可以平衡中山跟松山這邊的這些所謂的茶壺內的風暴 對所以黃妮舉如用心良苦 好主委